鏡頭前一隻白色海雕霸氣停在樹梢 仔細看腳爪上還掛了隻老鷹寶寶 只見他東張西望 下一秒直接往鳥巢裡飛 震當大家以為接下來應該是一家人 共食晚餐的實況烈食秀 沒想到結果一秒反轉 這隻白頭海雕竟領養起老鷹寶寶 把他當成自己孩子疼 不只雕了其他食物回來餵養 就連朝舊裡的親生子女 也和老鷹寶寶變成了兄弟姐妹 更讓人融化的是 白頭海雕夫妻還會來回巡視 三星期後這些雛鳥陸續長大 偶爾會突然大力震翅 猶如迪士尼電影呼朋引伴 歡迎新生兒報到 從狩獵食禁秀變成溫馨靈養片 跟著大家一起分食 畫面幸福感滿滿 只不過老鷹寶寶恐怕沒想過 其實自己曾差一點 變成一家人的美味晚餐 在新聞 黃澄宇報導